看着我难过的表情 兰姐又说 那段时间 是柳月几乎崩溃的时候 给我打过几次电话 有一次在电话里痛哭流涕 只说自己命不好 我问她知不知道 这匿名信是谁写的 她直直无无说不知道 可是从她的语气里 我判断得出 她一定知道这信是谁写的 好似她有什么顾忌 不愿意说出口 我的心沉沉的 心中涌起了巨大的哀悼 两天后 我听说柳月生病出院了 我不放心 专程去了西京 打算好好地照顾照顾她 没想到去了才发现 不用我了 咱们市委组织部的杨部长 正亲自在那里照料 杨部长是一个细心的男人 对柳月照顾得无畏不至 比我还细心呢 我放心了 安慰了半天柳月就回来了 我知道柳月不是因为 不能提拔而住院的 而是因为这封匿名信 所带来的社会和舆论 效应而住院的 或许柳月猜得出 这封信是出自梅玲之手 或许猜得出 我陷入了梅玲的梅色陷阱 然而这也只是也许 我想象不到柳月知道 我和梅玲的事情之后 会有多么的伤心和失望 从兰姐的口里 我再一次证实了自己的判断 柳月和杨哥走到了一起了 我黯然的心里默默地祝福柳月和杨哥 祝福他们幸福长久 虽然我的心依然在隐隐地作痛 这一年多 柳月就是在新闻处里默默地工作着 每天都在忍受着周围人一样的目光 忍受着背后的借借私语和嘲弄 忍受着不怀好意的男同事的挑逗和暗示 虽然遭受了这么大的挫折和磨难 但是柳月依然没有垮掉 依然在勤奋而努力地工作着 亲自组织并撰写了大量优秀的新闻稿件 在中央一级新闻单位刊出 亲自参与了组织几次大型的采访活动 引起了相当的轰动效应 达到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要是如此 年终的评仙树优和所有的荣誉奖励 依然将柳月排除在外 大家除了工作的时候需要她 其他方面 似乎她就是一个不存在的人 张处长虽然努力地想要帮助她 可是有些事情是很无奈的 接触过多 反倒给人以关系不清白之把笔 现在不理想保持清白的人 躲着柳月 心怀不轨的人 暗算脅迫柳月 她就在这种家访和屈辱中 过了这一年多了 我的眼睛超了 心如刀割 虽然如此 柳月还是一直在关心着你和晴儿 每次给我来电话 都会问起你和晴儿的事情 她知道你在报社捅了大楼子 下去扶贫的事情 她很着急 可是那个时候 她也无法帮助你 后来她和我谈起来 说下去扶贫也未必是一件坏事 可以磨练意志 或许还能有意外的收获 还真让她说中了 你这一下去 一回来 一年的功夫成了副主任了 刚才柳月给我来电话 我告诉了她你提拔的事情 还有你和晴儿和好的事情 说你们正坐在我这里吃饭呢 她那边一听 声音立马就哽咽了 在电话那边哭了 她说她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说祝你们恩爱如初 希望你们好好过日子 希望你善待晴儿 把握自己 好好工作 生活 坚实走好每一步 还有 说让我转告你 让你记住她曾经 告诉过你的那些话 任何时候 都不要迷失自己 我的泪水 模糊了我的双眼 我对嘴沉剧烈地抖动着 却说不出什么话来 我刚才还问她 要不要和你通话 她沉默了片刻说不了 说青山常在 绿水常流 大家以后 还要再见面的时候 她还让我转告你 说她现在过得很好 生活得很平静 让你放心 不要担心她 我的眼泪 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 我自以为我一直都是 无比坚强的 可是为了流月 我不知道流了多少次泪了 艰难困苦 打不倒我 可是在情面前 我是如此的脆弱 如此的稚嫩 我的忧伤的泪水 放松地流淌着 我忘记了自己 在兰姐面前 应该为流泪感到羞愧 兰姐静静地看着我 脸上的表情 显得有些意外 她一定是没有想到 我竟然会为柳月流泪 她显然不知道 我对柳月的感情 有多深 脸姐递过了纸巾 我接过来 努力地止住 自己的泪水 平静地坐着 这是我心里 依然泪水狂勇 受了那么多的苦难和屈辱 还在关心着我 这是怎样的一种情怀 这又是怎样的一种气质 心痛 是我爱的结果 欺骗是我无知的操作 柳月让我的幼稚 变得懂事成熟 让我的狂傲 变得无知 我在想 爱情 不是在雨天里 为对方撑一把伞 而是能陪对方 一起去淋雨 我知道如果有一天 柳月再一次 走进我的心里 她一定会流泪 因为那里面 全是对柳月的 悲伤和思念 如果有一天 我能够再次走进柳月的心里 柳月也一定会流泪 因为那里面充满了 对我的关心和呵护 蓝姐看着我 先说了沉思 或许她在想 我和柳月之间的感情 到底有多深厚 或许超出了她的想象了 正在这时 外面传来了动静 秦儿醒了 我和蓝姐都从 陈词中醒了过来 赶忙出去看了秦儿 秦儿正摇摇晃晃晃地走到客厅里 见到我们 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我刚才睡着了 喝多了一点 现在感觉如何 我嫁出秦儿的身体 没事了 好了 一阵子过去就好了 秦儿端起了茶几上的水杯 喝了两口 哎呀 我光喝酒了 这还没吃饭呢 我肚子饿了 叫唤了 蓝姐笑了 四丫头 进去坐着 我给你们盛饭去 我们三人不再喝酒 开始吃饭 吃过饭 时间不早了 我和秦儿告诉 临走前 我们再一次 感谢蓝姐的盛情 蓝姐看着我 微微笑了笑 小江啊 蓝姐这一边不要见外 你们两个小公棍 自己开火不方便 想打牙计就来好了 反正我自己一个人 在家里也闷得慌 你们来了 还能陪我唠嗑呢 我再次带着感激的眼神 看着蓝姐点了点头 我想蓝姐应该明白 我的眼神里的感激 不仅仅是这顿饭 然后 我和秦儿回去了 秦儿的头还是有点晕 走在外面上 冷风一吹 清醒了许多了 风哥 我睡了那么久 你和蓝姐都谈了些什么呀 秦儿问我 我仰脸 看看冬日冷清的 寂寞的星空 没谈什么 就是一些家常 不会吧 我睡醒的时候 朦朦胧胧的 好似听见 你们在谈论她 我不等秦儿说反 露住秦儿的肩膀 伸手捂住了秦儿的嘴巴 秦儿 过去的就让她过去吧 不要再提了 我们 往前看 你看这星空多美啊 还记得吗 曾经无数次 我带你仰慌星空 和你一起数星星 秦儿抬头看着夜空 带着神王的表情 是啊 风哥 以前咱们经常一起数星星 可是天上的星星真多呀 老是数不完 有的刚数完就不见了 有的刚数过去又冒出来 你说为什么星星 总是飘忽不定呢 我从后面抱住了秦儿的身体 下巴递在了秦儿的肩膀上 秦儿 也没兴趣就像人世间的悲欢离合 来了又走 走了又来 悲喜交集 周而复始 秦儿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又说道 我不要悲 我要喜 我不让悲伤走了再来 我要一直开心快乐 说完 秦儿的眼角亮晶晶的 在夜色里发出微弱的光 我搂紧了秦儿 秦儿 我不会再离开你的 我会好好地和你在一起的 秦儿脸上露出了甜美的笑容了 风哥 今天我是最幸福的人 是最快乐的人 是最开心的人 谢谢你风哥 你让我又开始了幸福的生活 你让我又找回了我失去的爱了 我心里疾然 秦儿真的太容易满足了 这明明是我的错 却还要来感谢我 我感动地捧起了秦儿的脸 秦儿回忆 自觉地闭上了眼睛 我低头 轻轻稳住了秦儿的唇 轻轻地 柔柔地 瞬息着秦儿的湿润和娇柔 周围很静 夜色清冷 星光灿烂 我和秦儿在共同生活的四年的大学校园里 热烈拥抱在一起 互相从对方身上感知热量和真情 互相用湿热来交流爱意和心灵 我看见 星光下的秦儿 白皙柔滑的脸上 充满了田景和幸福 微微颤动的睫毛下 是潮湿的眼睛 我们久久地拥抱着 直到秦儿较冷 我们才分开 分开后我们都笑了 这么冷的天我们不回宿舍 就在这冰天雪地里冻个啥呀 大学之代我们没有单身宿舍 晚上一般都是这样度过的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呀 我们手拉手回到秦儿温暖的宿舍 秦儿 时间不早了早休息吧 明天我们一起回老家 我说着 就像以前那样 开始打低波了 风哥不要 秦儿伸手阻止了我 不要打低波了 咱们 咱们一起睡床上吧 秦儿说完脸红了起来 这 我正在质疑 秦儿已经把低波收拾了起来 拉着我的手 到了床边 天气太冷了 地上潮 我要你搂着我睡 说着 秦儿自然地脱去了外套 只剩下秋衣秋苦 娇美羞涩地钻进了被窝里 我也脱衣进了被窝 穿着秋衣秋苦 刚进被窝 秦儿的身体就靠了过来 将身体贴到了我的身体上 同时熄灭了橙头灯 秦儿的手臂踏在我的胸口 脑袋紧害着我的脑袋 嘴巴在我的耳边 不时不时地喘着 秦儿将我的右胳膊展开 正在我的胳膊上 靠在我的怀里 像一只小猫 温顺 全伏着 黑暗中 我感觉到秦儿的身体 在轻轻地颤抖 我也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一年多我们没有在一起了 此刻和秦儿在一起 感觉既熟悉又陌生 秦儿身上很好闻 那是少女的身体 才特有的香味 秦儿一直在为我手身如玉 而我却已经和两个女人 发生过关系 我觉得心里很羞愧 觉得对不住秦儿 本来我也是一个同男子的 秦儿要把她的第一子 留到结婚那一天 她一直在坚持着 而我 却背起了诺言 将自己的第一子挥霍出去 毫不练习 在纯洁的秦儿面前 我无敌自受 我没有睡着 秦儿也同样没有睡着 一会儿 她的嘴唇长了过来 在我耳边和脖梗处亲吻 逐渐地滑到了我的唇 我们再一次 热烈地亲吻在一起 秦儿柔软的身体 挤压着我的身体 直隔着两层薄薄的球衣 秦儿的香味和热度 直接将我的热情点燃 我不由伸手 将秦儿整个抱在了怀里 在温暖的被窝里 将秦儿搂得紧紧的 虽然隔着球衣 我依然能感觉到 秦儿的激动和兴奋 她的身体好像面条 突然间就软了 我知道 那是因为我的胸脯 开始挤压摩擦 秦儿丰满 而有弹性的胸 秦儿很敏感 被我这么一摩擦 整个身体就瘫软了 我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只是就这么抱着秦儿 亲吻 轻轻地挤压着她的胸部 秦儿的脸变得滚烫 忽然在我的耳边 轻轻说道 风哥 我爱你 好爱好爱你 我的心里一阵的怜气 一阵的愧疚 抚摸着秦儿的背部 秦儿 哥回来了 再也不离开秦儿了 嗯 秦儿低声塌硬着 在我怀里蠕动着 显得有些躁动不安 我拍了拍秦儿的肩膀 宝贝 累了吧 困了吗 休息吧 不嘛 秦儿小声地说道 好啊 你不困 嗯 哦 那你就这么安静地 在我怀里躺着 好不好 不嘛 秦儿还是显得躁动不安 嗯 那你想干嘛呀 嗯 你坏 你坏 秦儿将脑袋 拱进了我的怀里 我突然恍然大悟 抬起秦儿的脸说道 你 是不是想要啊 我突然想起了这个 是因为我是过来人 我懂得风景了 而秦儿还没有经历过这事 虽然想 却嘴部上说不出口 行动上更加地害羞 同时也不知道 该如何去行动 嗯 坏蛋风哥 秦儿娇柔地叫了一声 又将脑袋拱进了我的怀里 我抬起秦儿的脸 秦儿 为什么呀 我问的意思自然是 为什么秦儿要放弃 到新婚之夜的坚守呢 秦儿看着我 你 你不愿意和我 不是不愿意 我只是想知道 为什么你要放弃 本来的打算 不坚守到新婚之夜了 为什么 我就是想让自己 有一个确切的证明 让自己彻底放心 什么证明 什么放心 证明你是真的爱我 放心 你不会再离开我 为什么要做这个 才能证明呢 才会放心呢 你爱他 所以 你才会和他做 所以以前 你才会不和我做 我们曾经互相约好 彼此坚守处子之身 到新婚那一天 可是你已经不是了 那我 保留着还有什么意思 以前我是为爱而保留 今晚 我同样也是为爱 而不再保留 我要你要我 我要把自己 彻底地给你 我要明明白白地知道 你是爱我的 我要感受到你 从灵魂到肉体的爱 我要通过灵魂 来攫取你的灵魂 也让你攫取我的灵魂 晴儿悠悠地说道 此时我的身体的反应 得很厉害 一年多没有碰女人了 胜利的本能 让我体内的欲望 在喷油 可是我的大脑 在提示我 不能这样 坚决不能 我必须要学会 尊重晴儿 保护晴儿 绝对不能再伤害晴儿 晴儿要把自己交给我 是想要一个证明 证明我爱她 是想要一个安心 确定我不会再离开 为了这个目的 晴儿傻傻地 要把身体给我 我不能让晴儿这样做 我爱她 我爱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